然而 这仅仅是个开始 乾隆发现 他上朝的时候 很多大臣的头发 剃得干干净净 乾隆勃然的 原来按照满族旧习 帝后大丧 官员们在一百天内 不能剃发 以表示自己专心悲痛 顾不上收拾自己的仪表 但这种习俗 随着清朝入关 渐渐被人当 但此时 乾隆要拿这些人开刀 他觉得 这些官员 不仅藐视他所深爱的皇后 而且还辱莫皇帝 漠视满洲组织 乾隆的怒气 怨恨和痛楚 彻底的爆发出来 湖广总督赛勒 被下令自杀 江南总和周雪剑 被发配边疆 湖南巡抚杨西府 湖北巡抚彭顺魁 被革职 据统计 这次风波 一共五十多位大臣 被杀 罢免 降级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